他又不敢说 最后他到外面找处女去 他开始强奸杀人 这也是一种观念 所以讲这个观念这个东西呢 它往往是让人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 出现下意的反应 同时也会决定人的差异 有时候我们看同样速度汽车司机 你把包落他车上了 有的司机会想方式话找到你 而有些司机就不 你不找他就咪了 那这两个人不在于什么后天教育 就在于早期的观念 也就是他爸妈如果跟从小说 咱做人咱要挣 不义之财不取 他们家人都这么一贯为人 那么这个人他到了成年 他绝对不会贪取任何不义之财 但如果他们家人什么都要 什么都得 这孩子从小耳闻目睹 他到大了也一定不会坚持信念 所以这个观念呢 往往在于早期的父母的影响 有些父母有时经常跟我讲 我那孩子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那样 我就问问他爸爸干什么的 他妈妈干什么 听完以后我说不会 只要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 不会 那么也就是说呢 因为从父母的为人来看 是很正派的 孩子不会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讲这就叫观念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性格 这个性格问题呢 我前面曾经谈到了 也非常重要 这个性格的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什么是性格 前面我讲了一路啊 这个性格呢 是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有很多种 你比如说这人学习好坏 这叫智力行为 这人脾气好坏 这叫气质行为 这人做这事有没有道理 这叫观念和信念行为 但是呢 有些东西呢 它是什么呢 它叫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指什么呢 一定和别人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我说 这人很聪明 这跟别人没关系 这是他自己的智力水平 我说这人急脾气 这个急吧 说话急 吃饭急 走道快 这叫急脾气 这也跟别人没关系 这是他自身的 那个神经系统决定 但如果我说 这人很自私 大家知道 自私什么意思 自私一个人情况下 不存在自私 所以一定是在 别人在的时候 表现的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 一定是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就是性格 那么类似的 比如说冷漠 残忍 冷酷无情 那么相反的呢 比如说 这人很热情 关心他人 宽容 善良 大家知道善良 一个人不存在善良 善良一定是对别人 所以这类描述的 全是性格 那么性格呢 就是一个人 和别人有关的行为方式 就叫性格 这个性格当中 既代表人的一些观念态度 也更重要的是 他的一种行为表现 那么性格呢 他既然后天形成 这个刚才讲 他是一个社会行为 所以他是后天的 没有先天的 如果我们说 这个人有些心理现象 比如这个孩子 懂事不懂事 会不会替人考虑 懂事不懂事 完全在于父母 怎么教育他 如果你教育的方式不当 这个孩子就不懂事 你教育的方式当 他就懂事 我们有一句话叫 穷人的孩子走当家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呢 因为家穷啊 他得要为家里分忧啊 这个分忧的孩子 一定成熟的早 相反家里 什么事都不让他管 这种孩子 一定容易自私 因为他只要管好自己就行 他不用管家里 相反管了自己还不够 还要管家里 比如说妈妈去世了 爸爸拥有病 那么这个孩子 还上小学 他下课第一件事 就赶快回家 为什么 我不回家 我爸连水都喝不上 所以他赶快往家跑 他想的是他爸爸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心里有他人 这种孩子一定懂事早 那么这个形成关键期呢 有哪个时期呢 我这里分了四个时期 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时期 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么我在这用一个案件 就是四少年绑架杀人案 这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原来在石井山 发生了一个四少年绑架案 这个北京晚报当时报过 什么呢 他们当时是这样出名的 他们在作案之前商量 说刑法上18岁之前没有死罪 我们都不到18岁 所以我们可以做大案 因此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绑架杀人 大家知道绑架杀人这案子 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在很多国外 包括境外 都是职业犯罪集团才能干 为什么 因为你绑的是一个人啊 你要想控制他 又不让他认出你来 你要最好让他活着回去 因为你干这个也是这样 你要干第二起第三起 你要头一块就死票 人知道后边你再绑不成了 所以要干起来很难的 但是我们很多青少年不懂 他们看了电影 他们就敢干 干了以后呢 十有八九都杀人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讲 控制一个活人是很难的 你要控制的 还让他不认出你来 不记住这个地方 你要没一定的操作能力 你根本干不了这事 所以有一次记者问我 说这少年为什么胆那么大 绑架就杀人 我说因为他控制不了 他无法去控制这人 他只能杀 所以他们不叫绑架杀人 他们叫强劫杀人 这四个孩子也这样 他们当商量好了以后 想绑架杀人 先物色上了一个孩子 结果这孩子他爸呢 开车接他去了 没绑成 四个孩子不死心 站在门口等 结果又出了一个 跟其中的四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 他们父母都很好 这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说什么呢 这孩子我认识 他爸妈当干部了 他们家肯定也有钱 他说那就是他吧 叫过来 骗他工地就给杀了 杀完以后呢 当时法庭判 两个十七岁 一个十六岁 一个十五岁 两个十七都判得无期 十五岁判了十五年 然后呢 十六岁的判十五年 十五岁的判了三年 结果这四个孩子 从法庭走出去以后 在法庭之外 相视而笑 什么呢 果然没一个死罪 因为他们都不到十八岁 结果呢 北京电视台拍下来以后 当天晚上就报了这个消息 什么呢 四少年躲过死刑 竟相视而笑 那么报完以后呢 当时央视呢 就特别重视 他们想搞一个专题 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 后来他们找我 我就去见了这四个孩子 见了四个孩子 记者也问 我也问 我问的问题 和记者问的不一样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他说我宰了他 我当时也没想宰了他 他自己原话讲 当时没想宰了他 那记者说宰了 你宰过活物吗 然后就说这孩子 当时他们问的这个 我问什么呢 小的时候都跟谁一块生活 谁带大的 然后上学学什么 学得快乐不快乐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不上学 最后问完以后 我知道我这四个孩子 有三个都是辍学 主犯一号人物 是六年级辍学 小学六年级 出二出三 各错了一个 各错了两个 然后就那个 现在十五岁的那个 还在上出三 那么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当中 有三个辍学 等我进入演播室的时候 他们请了主审的法官 请了主审的检察官 这个法官 当时主持人问法官 说你审的时候 什么感受 这法官说 他蛮不在乎 说到杀人的时候 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真的不在乎 很轻松 然后呢 检察官说 为了起诉 这四个案子 我们 这个四个人 我们每家都走了 他们没有单亲家庭 没有离异的 父母双全 没有一个父亲 或者母亲犯罪的 也就是说 家里都是正常的 然后都是石井山的 那个工人 家里经济上况 都算都可以 因为就一两个孩子 有的这个什么 他说看不出 任何家里的问题来 他说当时 我们把这被害的孩子 照片给他们父母看 他们都流下眼泪 后来检察官就问他们 说你们怎么把孩子 教育成这个样子 那父亲当然说一句什么呢 父亲说 您不知道啊 这孩子我也打过 我也骂过 我也说过他 可是管不了他不听啊 还有一个父亲说 我为了他 我都把他 他不上学 我给他送到少林寺 五校学了一年 他回来还参与了 那么到这一步了 检察官说到这个 也说到就是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这样 然后呢 主持人问我 说李老师 您认为什么问题 我后来就讲 我这几个孩子 你看一共性特点 他们之所以作案 都是因为 游荡于社会 我问他们 你们干嘛 他们玩 玩什么 什么好玩玩什么 大家知道 什么好玩都需要花钱 你无论玩网络 还是玩台球 还是玩什么 都需要钱 他这个老根家里要 也不是个事儿 到了十六七岁 他就想自己搞钱 可是他不好好上学 他也没正式工作 他也没有本领 他怎么搞钱 因此他们一定会商量 以非法的手段来弄钱 那么那个弄到钱的方式 就是这种作案了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他为什么不上学 那么我跟他们做 访谈的时候 我给他们做了一些题目 一看 智力上没问题 反应非常快 智力很聪明 就刚刚我讲的 有些孩子 他一点也不奔 尤其得煮饭 那说的话来 回答利索极了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就讲 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呢 他六年纪就不上了 那个是出一出二 两个 三个孩子都不上学 导致他们后来出问题 不上学 爸妈说了 我们打过 骂过 也劝过 不听 管不了 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问题往前看 六岁之前 我听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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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 我看 我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